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指挥中心 突击组一队报告 自堂门前发现赵家梁尸体 李飞不知去向 演完的那天呢 您在微博里边写到说 戏可以落幕 但是英雄永不落幕 所以说首先我想请问您 英雄是什么 我觉得英雄应该是无限的风险 完了就最重要 他们的一点就是 写几为人 如果按照您这样 对英雄的理解和定义的话 那么您认为在破冰行政当中 哪些人哪些角色 可以称之为是英雄 我觉得李飞铭 对 李飞铭完了之后 还有他所有的机动警察 他们是真的 真正值得英雄 您之前呢也演过黑帮大佬 也演过警察 基督的现任还是第一次吧 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 那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您又做了哪些功课呢 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功课 是因为我了解这个世界 我了解这个真正 了解他们说的一切 完了就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这些了解从何而来 是怎么了解的 我是从网上看到的不同情练 在世界上面我们很多 比如说很多不同的地方 欧洲很多不同的地方 亚洲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有这个毒品的问题 好 来到这本来看完之后 心态很重要 背景很重要 他们为什么会见很重要 我心里面呢 还有很多十万个为什么 为什么几个村子会见 为什么没有人去顾 为什么会 把所有的为什么 放在我这个桌子下面 我拍几些 结果完了之后 对着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完了之后 从而都把我自己融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对那个戏 所有人物的一种连接 其实最重要就是 广州公安局里面 我们拍机前几个月 我们都跟他们开会 他们告诉我很多不同的东西 完了之后再加上我自己 做了很多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我听说你在拍《岁月神偷》的时候 为了演好那个鞋匠呢 去做了三个星期的皮鞋 弯得胶都疼了 这次为了演好这个线任 你觉得你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 什么是让你比较难受 又难以坚持 但是还是坚持下来的 最久那个眼神不一样 眼神 我觉得这个眼神很重要 是因为你面对的所有的东西 是很沉重的 我自己本身二十年不见所有的人 就为了寻找真伤 杀我太太的真伤 我现在叫叫家亮 我面对的警察 临慧明也不一样 面对的我儿子的眼神也不一样 在香港面对的其他犯人也不一样 警察里面面对的每一个人 眼神都不一样 所以在里面有很多 起码有十几种不同的眼神 所以呢我面对每一个人 用每一个人不同的眼神 去跟他们讲 第一次梁叔跟儿子李飞 在酒店里面相遇的时候 相见不能相认 很难演这段内心戏啊 对很难演 但演一条就过了 一条就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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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本能就是爱 每个角色里面都充满爱 对兄弟的爱 对家人的爱 对社会的爱 对举人感的爱 才能对我儿子说一句很平淡 这个台词我觉得你好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我说其他的不要讲了 就因为才能够表现 我跟他那么沉重的一个关系在里面 你好 你是一个卧底警察 那些吸毒 平时不知道吸的是毒癖 不知道是毒癖 也不知道那是违法 你们已经放开 无路折腾 其实里边还有一段 被林耀东绑架了 那个被摧毁意识 然后来让你辨别身份的真假的时候 这个以前也不可能去体验 这怎么能看起来这么好 我觉得我报了一个精能量剧烟 内心世界一定有精能量 内心世界一定有一个超大 超大的一种 超乎别人想象的一种 一种几人感在里面 才能够把这段时间的好 我拍戏的时候 我记得拍了三条 我每一条中间有五分钟 给我喝一瓶的 一公斤的水 我关键喝水 我希望能够在那边表现我 凹凸 是 当时嘴角还流着那个 流着那个水 但是我每一条之前五分钟 我喝很多很多水 包括我在胃里面 都是充满水 完了之后在拍的时候 不断地可以从凹凸 凹出来的一个水 才能表现的一种 跟他对抗 这个意志力 一定要超大的意志力 完了之后 这个意志力背后是什么呢 这个人一定有一个 超大的 几人感在里面 有个使命在里面 才能够可以表现 跟他那个东西有这个对方 不是 靠意志就能够对抗这个教务吗 要要要 他毕竟梁树 他毕竟要寻找二十年天的正常 这是什么 冬浪当劫 法医报告上面提到 素权体内有冬浪当劫 那通过演这个句 那您对做这个线人 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解 他们真的很伟大 他们真的很英雄 全世界的一样 就那个 他们有 有离开家庭 爸爸妈妈 所有朋友 都不能说自己本身的身份 他永远在一个很黑暗 很黑的世界里面生活 但是 他是白的 你看白跟黑 根本不像白就白黑就黑 但是那个 他们是有白又黑 他永远在这个最危险的地方 他永远在这个很枯慌的生活当中 生活 这个是很无助的 我们也知道 您自己家庭里面的父亲是警察 哥哥也是警察 那所以您对警察的这个群体 可能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认知 我觉得他们有这个很大的决人感 还有一个很大的市民感 恢复老百姓的安全 这是从我爸爸身上得到这个很重要的信息 如果让您自己来选择的话 您最喜欢哪一个角色 最想演哪一个角色 还是喜欢我那个叫嘉良 因为他有血有肉 很立体的一个人 李飞给我买的 你给我脱下来 给我脱下来干嘛 那您对自己的表现打多少分 如果是百分之的话 我觉得这个都给观众打好了 给观众打 对 我也希望他们把两树 永远记在身中